中共擾台不只靠戰機 現在連廣播也成為無形空戰了嗎 資政槍員說著大陸好著口音明顯來自對岸 但卻能在台灣聽到 這個廣播節目台海之聲有五個頻道 包括AM765 FM94.9等 從台北淡水到中南部以及離島全台都有訊號 也讓露營的民眾越聽越不對勁 無形的部分 它的代價更為低廉 費用更為低廉 這個也不斷的在對台灣進行相關的一些攻擊 這樣的方式沒有任何的一些的 它等於用國家的機器 台灣方式進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任何的一些反制的作為嗎 我發現NCC也真的是很牛 對不想管的事情 就丟在旁邊 好像跟它都沒什麼事 像這個對國安有關係的 為什麼NCC都不動呢 論委們很擔心認為缺乏大陸統戰訊號的阻擋機制 就怕下一步不止廣播節目將有更多的洗腦途徑 要主管機關趕緊訪範 相關機關已經招待過多次的協調會議 也做了一些相關的反制 當然做的部分可能還有繼續要再加強之處 廣播這樣無言火雀快國際那種傳播方式 對台灣那個傳送一些 它片面就是不死的消息這部分 我們現在非常重視 因為跟武漢部還有NCC這邊 我們再來思考說 怎麼用怎樣的行政管理措施 立委警釘要中央在兩岸緊繃之際 不能只會呼籲 TVBS新聞 張明如 黎婷 台北新聞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